今天我来做一下这个分享 那我这个分享其实比较短 那可能大多数时间我们都会在实际的去做一个小的一个project 然后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认识 就是说怎么怎么开始做这个sideproject 那好那在像我今天的这个public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做一段就是比较简短的一个自我介绍吧 那我呢叫Helmut Ye 我姓 Ye 大家叫我叫我什么都行 然后我先我之前当然是在台产工作 然后现在呢是在一家 应该算是top1的一个cloud相关的公司吧 所以你们也能够猜到我是在哪一家公司 然后我现在呢是做的是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 主要就是平时呢主要就是写一些后端的一些工作 一些一些task但是我自己的这些有很多sideproject呢 是做的是一些前占的就是有包括前端的部分 那在我们讲我今天这个top1之前呢 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就找工作的经验 那我呢其实是在Murban的一所大学读的书 然后我那个大学呢其实也不是特别好的大学 就是排名的话可能世界排名top的前500了 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其实其实很难找工作 那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有很多同学 其实是西大的有Uns大别 然后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哪怕是一些啊 所谓的叫澳洲八大 然后你去找一些呃工作的时候其实都很难找 然后更何况是一个就是呃一个算是一个半野鸡大学 然后再加上是没有呃pr没有这个签证情况下 那我当时我是怎么找工作呢 我当时呢就是呃给我的一些就是呃单位啊就是给hr展示一下 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在本科的时候做一些project 然后呢就顺利就找到了这个工作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份找的工作呢 其实也是一个信念title的就是一个信念呃forstack developer 然后是在一家media的一个公司 然后有了这一份这一个工作之后呢后面有一些呃找工作就会好简单做 那在澳洲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有了工作经验之后 你再去找工作还是相当是比较容易的比较简单的 好那好那我先呃给大家再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是需要做这个side project 就是为什么side project很重要 好那呃呃在讲这个之前那我想说就是很多同学其实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做过很多的这个项目 对不对就是可能呃你们如果说学过这个呃网络编程课的话 你们可能会学写写过一些什么client server的一些呃小的一个程序 对吧然后有可能呃做这个数据学过数据库的同学呃可能呃写过一些简单的增长改查的一些程序 对吧 但是呢这一些项目呢很多同学把他们写到这个简单上面 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是帮助不是特别大 那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些项目就是最近找工作没有太大的帮助呢 是我是觉得就是学校里面的问学校里的一些项目呢是比较浅显 那还有一个就是学校里面很多这个项目呃 其实我们就只要把学校的这个作业的这个requirements给完成了就好 嗯其实是不需要太呃考虑这个维护啊不需要太考虑这个用户体验 所以说这就是学校的项目跟你的这个这个set project的一个最大一个区别 是吧那对于recruiter而言就是呃用人单位的这些列呃这些hr呃他们在筛选简历的时候呃其中关心的一点呢 就是你有没有做过这些有趣的一个set project 对于recruiter而言 他看你的简历的时候 除了你的学校 除了你的一些工作经验以外 其他东西他看的比较重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 你有没有过编程竞赛得奖 你有没有拿过ACM的金牌 你有没有比如说什么CodeGM 或者说这些编程竞赛 这些这个是排了第一位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编程竞赛的这些名次的话 那他们会比较 他们会继续看 你有没有其他的公司的一些实习经验 那你有没有特别是像澳洲的话 如果说你有独角兽公司 或者说大公司的这个实习经验的话 那你这简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比如说像澳洲 像西宁的话 像Atalashan 像Cama 那我说像Google 如果说你有这些公司的实习经验的话 那那简历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Recruiter他会看一下你的一些 就是一些项目 那项目的话呢 有好几种项目 一种项目呢 就是学校里面一些研究的项目 比如说如果说你是一个Master Research的 Research Master 或者说你是一个PhD 那如果你在学校里面 做的一些研究的项目 比如说什么AI相关的 NLP之类的 那可能说会有一些加分 但如果说你只是普通的一个作业 一个Project 然后上面一些关键字看上去也是比较平淡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太大的这个用处 那说这些项目以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这个Sed Project 那如果说你在你的这个项目里 你在你的这个简历上面 有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Sed Project 然后这个Sed Project又有一定的深度 然后同时呢 你在这个简历上面又写了 你在这个Sed Project投入的一些努力 然后如果说跟这个对方公司 他们用的这个技术站 或者说这个产品的方向 比较契合的话 那你这个简历 其实是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 这边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继续讲 那这个就是就一方面 这个Sed Project就可以帮助大家去通过这个减利润 其实在澳洲找工作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 就我刚毕业的时候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倒不是面试本身 就是你在你拿到面试之前 就通过减利润 这个其实是最难的 所以我觉得多做Sed Project 第一方面是可以帮助你通过这一个 通过你这些Sed Project 可以有效地就说明 你不单单是只会书本上的一些知识点 就你可以将这些编程应用于你自己工作 应用于你自己的生活的这些实践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 在澳洲的话 就很多公司它实际是会比较看重你的一些 会问一些Behaviour的一些Questions 就如果说你对你做过一些Sed Project的话 当这些Recruiter 在给你做打分的时候 它可以知道你对这个技术的热爱的程度 对啊 就是你对这个 马农或程序员这一个行业 你这个Motivation 好 好 那我们就先 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下就是为什么Sed Project比较重要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了就是怎么去做一个好的一个Sed Project 或者说我是怎么做的做Sed Project 可以分享一下我的这些我的一些Idea 那第一件事就是做我们做Sed Project之前 那你除了技术以外的那可能比较重要就是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是吧 那做什么样的项目呢 这一点这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那当如果说你自己脑海里面有一个比较清晰认识 或者说你日常生活当中在用一些产品啊 或者说在上网冲浪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痛点 那你可以把你这些痛点整理出来可以自己做一个产品 那如果说你实在是想不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的话 但是你又想通过做Sed Project能够找到一份工作的话 那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抄一个产品 那抄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 那我的建议就是可以先从一个比较小 然后又是比较容易做的一个产品开始做起来 但同时呢这个产品呢也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技术深度 那不要说你只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留言板 就算是一个Sed Project 那像这种Project呢它没有什么太多深度 那其实对你找功能没有太大的帮助 那我们怎么去找这个怎么去想这个idea 那怎么去抄这个idea 那有几个网站 有两个网站可以推荐给大家 一个就是这个India Hacker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Product Hunt 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网站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网站里面 如果说我们点这个More里面 它有一个Session就是Product 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呢都是一些独立开发者 他们做的一些项目 还有他们的一些收益 那比如说像前面 这几个排名比较靠前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写一个Strap Verified Revenue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这边写的他的收入是 他没赚到什么钱 然后他这个收入呢是经过这Strap认证的 他是真的是没赚到什么钱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做的是一些什么产品 比如说第一个叫做什么Stack Match 那他的这个介绍就是Final Developer Jobs 可以 match your skill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 可以看到这一个这边呢有个链接 是一个website 那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这个website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的一些功能 那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些这些product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自己对这个产品有没有兴趣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的这个TechStack 就是你自己现在已经掌握的这些知识点 还有你未来要找的工作和这个产品呢是不是比较的契合 那因为像像你做Site Project有好多种嘛 那比如说你做这个web 它是一种它是它是一个这个方向 那还有你可以做这个mobile 那你做mobile的话 它可以是NOS 也可以是Android 也可以是比如说一些更小一些平台 比如说比如说未来的这个华为的这鸿门系统 那吊炸平台系统 那你也可以是基于微信做一些小程序 或者说微信一些机器人 还有公众号里面 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这个输入的名字 然后可以给你一些什么快乐小瓶子 这些这种程序 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你的Site Project 但我在这边我比较推荐的就是这个web application 因为我觉得在澳洲这个范围而言 web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比较好找工作 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公司它都需要有个web 即便你是一个mobile的一个application 一个公司那它也是需要一个web版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对于web而言 你能够获取到的一些知识 我觉得会比较容易一些 你做一些其他一些小众的一些平台 比如说你做一些微信机器人 或者说你做微信小程序 那你可能网上去找资料就没有那么好找 像微信小程序的话 可能一些文档 还有一些可能一些经验 你只能在中文的社区就能找到 那这其实我觉得是不太好 因为大多数的这些技术一些资料 我觉得都是在国外社区上会比较多一些 在overflow或者google上会比较多一些 好那我们就 我们去第一步就先找到一个平台 那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学好了 这一个web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想好了要做一个web平台 那我们第二 接下来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接下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做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去实现我们的这一个idea 我们这边我们可以 看到这边是一个stack match 那这个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找工作的一个网站 就是你这边输入一个 输入你的这些tech stack 然后他右边呢会显示出来跟这些tech stack相关的一些公司 那这个我觉得是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产品 那今天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我平时喜欢上一个网站叫做v2ex 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听说过这个网站呢 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听说过这个网站呢 那这一个网站呢它其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程序员的一个社区 那你们能看到我屏幕吗 能看到我屏幕吗 能看到的话打个1了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 那v2ex呢它其实是一个程序员的 对就刚才有同学说的很对啊 它其实有点像程序员的一个贴吧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这个topic 那其实像这样一个网站呢我觉得 其实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set project 那为什么它很不错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像这种贴吧 那它是需要有个用户一套系统是吧 它这边有注册 它这边有登录是吧 那当你注册的时候呢 你在你学校里面做项目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考虑那么多 你只需要有一个用户名有一个密码 你能登录 然后你可能就能拿个满分 然后你可能这个项目你就抛弃在一边 你就不会去做 但是你如果是set project 你就不一样 因为你set project 你是要给别的人去使用的 那所以说当你在实现这个注册和登录的时候 你就会考虑很多的一些一些知识一些点 比如说你在注册的时候 你会考虑到 那我们这个注册的时候 我们是是不是需要这个验证吗 对吧 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个邮箱的这个验证 对吧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V2EX 那它呢为了防止一些机器人 它现在呢就是说只允许你用这个Google来登录 通过Google的账号来注册 那你这个话你自己再去实现 这个set project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SSL这个验证这一块 这个知识点能够把它给学会 对吧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 还有比如说我们这边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登录 登录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会学 就会涉及到你这个密码的保存 对吧 那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你可能说 你只要说这个密码能够登录就行 但你在set project里面 你可能会更多的会去考虑一些 这个业绩的一些标准 比如说你这个密码 你在保存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保存名文 对吧 你保存名文的话 你有可能你这个数据会被脱库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考虑用一些hash的一些算法 比如说HMAC 或者说SHA256或者说MD5 这种算法 去给你这个密码做一个hashing 好 那这个呢是注册和登录 那除了注册和登录以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网站 你可以看到这边它有个搜索框 是吧 那如果说你做这个SHA256的时候 你考虑到这个搜索框 你可能会 一开始你可能会先学会 怎么用这个SQL 去做这个全局的这个搜索 那当你这个搜索的功能做出来之后 当你这个网站访问的人开始多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搜索这个效率又变低了 你就会考虑到怎么加索引 然后怎么去用这个elasticsearch 那这个是搜索这一块 那还有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头像这个上传 然后传到哪里 是传到这个福气的这个本地 还是传到这个S3 那这个都是一些知识点 那这边的话 看一下 好像有同学说了一些敏感字 那我们这个视频我们发到 到时候是要发到国内这个bdbd的 那到时候麻烦这个同学帮我们剪辑一下 不然这个视频就应该会被剪辑掉 会被核解掉 好 那我们刚才就是已经想好这个ide 我刚才讲一下就是怎么去找这个idea 还有就是说做一个side project 你需要考量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呢就应该开始正式去实现我们做的这个项目 那你实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站的话 我问一下大家 就是如果你们来做这样一个网站 你们会用什么样一个技术站 就是说 你们会用一个什么样一个技术站来实现这样一个网站 有同学说是node.js 那node.js确实不错 node.js前端后端 因为都是用同一文语言 所以写起来会好很多 那还有就是 还有同学说是react加这个fire store 那react加fire store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就是因为为什么就react的话 首先对前端而言 我觉得react是应该算是澳洲最火的一个tech stack 那还有就是fire store fire store是google出的一个real time的一个database 那他好处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去部署这个数据库 然后呢他整个查询也都是real time的 所以说我觉得也不错 那好那看来 已经有一些同学对技术其实是有一个概念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课上呢 我会给大家 我会给大家先选一个这个技术吧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网站 我觉得就是选技术的时候 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技术选择其实比较也算是眼花缭乱 就是大家不要太纯粹其中 就有我看很多群里面 经常会有一些争执 就是什么语言是最好的 是php最好还是java最好 那php是不是是一样最好语言之类的 那可能经常会吵起来 那可能你吵到最后也得不到一个答案 但是呢你却浪费了很多时间 然后你也没有真正去开始写你这个代码 所以我觉得你在你决定不了选择什么的时候 你就选择一个最大众的 最简单的来开始做你的这个poc 是吧 让你的项目达到一定的这个 就达到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可以再去考虑重构它 是吧 哪怕大如这个facebook 那他现在很多这个text还是用的是老的这个php 是吧 好 那我们还有就是 那我们就先开始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来实现一下 就是写一个像这个v2ex这样的一个程序员贴吧 我们该怎么去写 是吧 然后怎么去考虑这个text step 那好 那我这边呢 我会给大家就是先用这个php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网站 那我自己平时的这个side project呢 我是特别喜欢用一个框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叫做这个leravel 有同学听说过这个leravel这个框架吗 有同学说这个wordpress 那wordpress呢 我觉得你用wordpress去做这个企业网站 然后割这个企业的韭菜 我觉得还是可以 但是如果说要做一些用户交互的这些网站的话 我觉得它实现起来会比较困难 会需要安装很多插件 然后需要模改很多的模板 可能还不如你自己去用这个leravel来实现 来的简单 好 我看同学很多同学是天天在用这个leravel 那为什么我推荐leravel呢 因为leravel我觉得它一些设置理念 其实是比较先进的 同时的leravel它其实是 也算是超了一部分ruby on the rise 这个框架一些概念 还有就是说 如果有同学觉得好像leravel好像不太对你胃口 因为我们在澳洲好像很多工作是node.js 对不对 还有很多工作是java对不对 那如果说有同学对node.js或java的这些技术 再讲一下 就是说在平时在做项目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去查这个文档 不要什么问题都到这个群里面来问 因为群里面你问的这些人 他们不见得就是这方面的这个 有多深的这个经验 但是文档上面这个资料信息肯定是最全的 如果说文档上的这信息有错的话 你就可以给这个文档提一个poor request 然后你就变成这个项目的contributor 然后可以写在你的简历上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我们已经安装好这个composer 然后我们就可以运行一下这个代码 第一步我们就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给这个项目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V2EX 当然在等待过程当中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这边我用的什么数据库 那我数据库呢 我这边用的是一个叫做 我好像给大家看一下敏感的信息 我这边用的是这个MySQL 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数据库 那如果同学对这个Postgres 或者其他数据感性的话 你可以用你自己熟悉的这个数据库 好 那我们这边呢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程序给安装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这边输入一个PHP 然后我就可以把我的 我就可以看到这边 我这个程序呢 就已经跑起来 这个页面呢 就有点相当于是说 这个Larro的这个Hardware 那好 那我们做这个 开始做这个V2EX的时候 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功能是什么 那它最核心功能 其实一个是发帖 对吧 但是如果你要发帖的话 你是不是需要有个注册和登录 那实际这个注册和登录呢 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些 你如果是自己写代码的话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你可能得自己去写 连接数据库这一部分 你可能自己去写 这个验证啊 还有网数据库 里面查询这一部分 那如果你用一些矿债的话 它就可以帮你去实现这些操作 那我这边呢 我们可以安装一个库 叫做Brawo UI 好 那我们现在就安装好了 这个Larable UI 那我看一下 刚刚群里面有同学说什么 有个叫BigBigBig的同学说 好神奇 那其实 我还没有开始 好 我已经安装好了 这个Larable UI 这一个Library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我就只要输一个简单的一个命令 叫做PHP ASMAKE OS 哦 它已经改名了 叫做UI 好 那我这边就已经创建好 我已经运行好这个命令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我们的呃刚才的这个网站 嗯 嗯 就接住了 就看一下就是在 我们这个页面的右上角 是不是多了一个login跟这个register 好 然后我们点开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帮我们把这个login跟register这一个呃基本的这个框架给搭好了 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页面好像有点问题啊 就是好像他还加载不了一些资源 那是因为在Larable的话他有一个前端的一个呃库 叫做这个Larable mix我们得把它安装一下 好 好 那我们安装好了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运行一下Larable 啊 Yang Long 那是什么 嗯 对的 哎 那是 这边呢有一些提示的那这个呢也是你平时做这个Cyproject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就是说 你会遇到一些你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啊 大家要就是善于去看这些Aero的这些啊啊啊要看要善于这些Exception啊知道这些Exception告诉传达你一个什么信息啊 那这个呢其实也是面试的时候也是会被考到就是在就是在 我现在上班公司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有一条的culture 也就是说你面试的时候考量一点 就是leadership 叫做dive deep 他就说如果说 你没有基本的debug能力 你没有基本的看错误的能力的话 你可能就不太容易被录用 好 我们现在用一下 用弹 可以看他帮我们把这个app.js文章给生成出来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范围 看看我们这个源代码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app.js app的css 这个css呢就是有这边的这个 好 好 那我们可以看问题在哪 问题是在于他用的是这个boostrap 但是我们呢这边没有引入这个boostrap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boostrap 这里面试上 我可以把我这边做好一下 来看 好 那我们再重新编译一下 好 这部分我们可以先 看看有什么 因为我没有安装这个boostrap 安装这个boostrap 好 好 那在这个安装过程当中 就是 我可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用这些框架的 它的一个 一些优势什么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数据库 在做这个这样的一个程序之前 在做这个side approach之前 我们觉得 它有一个痛点是吗 它有一个痛点就是说 像你做这样的系统 它会有很多的时候是 跟数据库进行一些 增长改查对不对 数据库做一些增长改查的时候 你自己去实现这样一个代码的话 你会有你需要 就是说在数据库里面 创建一个表对不对 还有有的时候 你数据库里面表会经常的 发生一些变化 对吧 那还有呢 就是说你连接数据库 你得自己写sql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些我们日常 我们自己在学校里面 做项目的时候一些痛点 那用了框架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些问题都给解决 那这边怎么解决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lower面一些命令 比如说我们在lower面 我们可以输入php 然后我们有一个叫做makemodel 那model是什么意思呢 model就是一个数据模型 所以比如说 像我们这一个要做的一个 比如说v2ex这个网站 那它的这个模型是什么 像注册登录的话 用户user它就是一个模型 对不对 那如果说像里面这些帖子 那帖子的话这些post 它就是一个模型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 boostrap应该已经安装好 那我们先装一下build 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build已经成功了 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页面就开始就变成了好看的boostrap风格 你看我们现在基本的这个login 跟register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做完这个之后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这边有一个lower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名字 那这个你可以在这个environment文件里面进行一个修改 这边你可以把这个名字改成别的 那还有就是你有的你也可以把这个改成你想要的这个logo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做side project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不单单是你能够学会技术上面 你还能够学会怎么去做一个产品 怎么去设计一个产品 那比如说你像这边我如果要做一个logo的话 我会用的工具就是sketch 是吧 还有我会上一些网站 比如说dribble 然后看一下就是设计比较好 看一些logo 然后照着他们去抄一下 是吧 那在这边我们想做一个v2ex 这样类似一个logo 那我们我这边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用一下这个sketch 我就不占了太多时间 两分钟时间我们录一个logo出来 那我们可以给我们这个v2ex取一个名字 这个叫做v3ex吧 好 那我们首先做logo呢 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一个颜色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用AWS的这个logo 作为这个技术模板 比如说我们这边可以叫做v3ex 然后我比较喜欢AWS下面这一个笑脸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类似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我会想给它加一个圆角 就有点多 然后呢把它放在背景 然后呢给EX改成白色 对 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好看的一个logo 就做trap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选择导出 就可以把它导出成你想要的这个格式 是吧 然后还可以设置它这个分辨率 那这边呢我们就简单展开这个sketch 我就不放到我们的这个页面上去了 好 那这样我们就把这样一个 就就已经算是把这个股价给搭出来 好 那么现在试一下这个登录和注册 呃 嗯 c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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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用明朗 别想要在这边报算 那为什么报算呢 是因为我们这边呃 它说on down database 那我们这边呢就要改一下这个environment 对吧 然后呢我们把这environment里面它有一些配置 比如说你的数据库用的是什么 这边呢是larevo 对吧 那我们 我们这边呢创建一个新的这个messacle的一个 database 比如说叫做 嗯 嗯 嗯 E3EX 然后 就把它改一个好的名字 E3EX 16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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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这边现在呢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啊 它说什么 它说我们这个table没有找到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会有这个错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我们虽然创建 我们虽然创建好这个数据库 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表 是吧 那如果说在传统的这个项目里面 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表的话 我们得自己去搞这个sql这个语句 然后自己去创建 是吧 在larevo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migration 就是你可以用代码的方式来控制你这个数据库表 是吧 比如这边呢它已经有默认创建好 就我们刚刚透过这个uios 它已经创建好几个初始表 就比如说这个user表 然后里面呢 有一些id 有name 有email 还有它这个password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输入一个artisan 然后migrate 你看啊非常神奇 然后我们的这个table里面 就我们的这个datable里面 就已经有了这些数据表 然后这个时候再重新刷新这个页面 你可以看到我已经注册成功了 然后我已经现实登录这个状态 是吧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登录和注册 那登录注册以外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们还需要这个post 我们还是需要 我们是需要能够在这页面上能够发写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在这边 用命令来创建一个模板代码 就make model 然后post 然后呢我会加 这个呢是创建一个model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什么 就是还需要migration文件 就是我们还需要 告诉这个代码就是 我们数据库里面的这个结构是什么 那我这时候会加个参数 叫做-m 可能有同学会比较羡慕我 说我怎么会知道 记录那么多命令 其实我都是文档上面看 所以大家要做翻文档 没事的时候 用碎片时间的时候 就可以去看看文档 好 然后我们-m 我们输入好 然后可以看到model已经创建好了 然后migration file也创建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migration 可以看到这边多了一个post table的一个 撇取文件 然后它呢就是一个默认的一个 一个schema的一个temporary 已经帮我们创建好 那我们这个post里面会包含哪些内容 我们会包含比如说 我们比如说会包含这个title是吧 那我会用这个stream 然后呢 我们想给它做成这个index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 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手写sql 那还有就是里面这个内容 里面的内容呢 会是text是吧 那就是 然后给它名字 比如说content 那还有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帖子谁发的 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到时候要找 找那个人的时候 然后潮水表的时候就会用一些 我们这边就这个integer 然后把这个user的id 放进去 那这样后我们就把一个post的这个数据图表给 这个schema给定义好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运行一个migrate 你可以看到 这个migrate 只migrate我们最新的这个post 为什么呢 因为migration它本身是 有一个versioning的功能 所以它只会migrate最新的这个更改 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post表里面已经有这些结构了 那还有就是 如果说我们因为某一些原因 不小心migrate 不该migrate的东西 或者说我们之前这个代码有问题 那你可以用rollback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post表给rollback 那我们可以再把migrate回来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一个模型 这个model 是吧 那我们在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model 能够做到这个页面上 就是能够有这个功能的话 我们该怎么调用 其实就是 有几件事情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建一个 这边呢有一个东西叫做rotus 就是它这边是呢 是定义这个 你这个程序的这些访问地址 也就是这个url 是吧 你如果要看的话可以通过这个php Hudson brot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页面上 先包含哪些地址 有登录啊 有注册 然后他们分别调用了哪一部分代码 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这边有一个controller 这有一个homecontroller 你可以看到这首页它做一件什么 首页它做一件事情 就是输出home这个模板 如果说我们想一访问首页 我们就自动创建一个post 那你就可以 用这个代码post create 然后呢 在里面加一些内容 title 是什么 content 这边呢我就 不演示了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还是比较有限 但你就通过这样简单的一些 model的一些调用 你就可以实现这个数据库 这个增上改查 如果你要删除一个东西的话 也很简单 就是post 然后 然后就是 应该是destroy吧 是吧 然后把你要删除的这个object 或者说这个数字 数字放进去 就id放进去 它就可以帮你把这个帖子给删除 那这个 我可以这边可以给大家看 就是前一天我做好的一个成品 就是做出来一个 对 对 那这个呢 就是我前一天做的一个小的一个项目 也是用lava 可以看到它就里面已经有包含了这个 查看的功能 然后还有发表清帖的这个功能 还有登录注册 对吧 然后也是比较 功能其实也是比较 我觉得也是够用的吧 跟V3EX相比的话 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V3EX的 我觉得没有达到V2EX所有的功能 但是基本上的这个 就是发帖啊 回复啊 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是吧 其实你通过这些框架 你就可以一天时间就可以把它 一两天时间就可以把它 快速给搭建出来 是吧 那这边呢 就是 就是一个 我们这边代码的一个 demo 是吧 然后这边呢我还可以 还有一些slide 这边呢就是一些 我们技术的一些框架的选型 就我们我今天在这个公开课上 我给大家看的是这个 呃 PHP 对吧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 比如说喜欢用Java的 可以用Java加这个Screen Boot 喜欢Ruby的 可以用Ruby on the Rails 喜欢Node.js 那可以用呃 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框架 跟Laravel非常非常像啊 我当忘记是什么名字 基本上就是按着Laravel 完整的抄了一点 大家赶紧一下课 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我们呃 那这边呢就是一些 啊不同的语言 然后他们常用的一些 框架的一个呃 呃 排名 对吧 那这个呢是一个呃 就我们现在都做的这个 这个Laravel这个项目 主要还是呃 后端这一块 我刚刚没有讲太多前端这一块 那前端的话其实呃 你即便是这个Laravel 它里面这个后端框架 它里面有前端部分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app.js 啊 这边还有就是app.sss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写sas 然后呢 Laravel可以通过命令 自动的帮你把这些sas文件 转换成css文件 那还有就是在在这一个 啊 在这个js文件里面 你也可以引入一些 你想要的一些labor 那我就有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说 你的set project 其实并不在于说 呃 你一定要什么轮子都自己写 其实呃 很多就是用轮单位 他们其实比较 呃 比较想看你就是 如果给你一些 能用的一些现成轮子 你怎么样能把它给组合好 是吧 那还有就是你在选 做这些set project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尽量的去做一些比较 可以做一些比较高大上的想象 比如说像区块链比较火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一个比如说 呃比特币交易所这样的一个项目 是吧 你可以在里面用到很多的这些 呃 一些一些一些 呃 技术 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 这个message queue 对吧 比如像aws的话 它有一个叫做sqf 你可以用它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 呃 消息的一些 呃 消息队列 是吧 那为什么我们消息队列 就是因为你在做一个实际的这种大型的项目的时候 不单单是只有一台机器 然后机器跟机器之间它们需要互相通信 那你互相通信的话 你就不可能在像 你以前在用学校的时候啊 你呃 你自己写一个代码 自己在这个tcp上面绑定一个砖口 是吧 那你在这实际的项目里面 这肯定是不可行的 是吧 你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 那还有比如说 你如果说 你做的是一个表单的管理程序 然后里面 比如说我们 我们像这个澳洲 这个呃 很多的职场里面 它会有一些 表单是需要不同的部门去做审核 然后不同部门做审核的话 那你其实是一个工作流 对不对 你像这种工作流的话 你就可以考虑去用 比如说awf 还有一个框架做的这个swf 是吧 你可以用这个awf 这个simpleworkflow 来做这样的一个 呃 呃 这一个工作流的这个引擎 对 那还有呢 就是有一点 就比如说 我们 比如说我们 呃 做的这个v3EX 那里面有个很重要一点 什么呢 就是你希望用户能够上传他们的这个 呃 图片对不对 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些自拍 对不对 然后可以做他们这个头像 那这图片保存到哪里呢 保存到哪里 其实你如果说 呃 你自己去写这个项目 学校项目 那你肯定就是保存到本地 对不对 但如果说你要考虑到是一个呃 side project 是需要一个比较 比较严肃的一个正经的一个呃 side project 的话 你可能会想到就是未来 你这服务器可能是需要多彩的 你可能需要 必要的一个集群 需要必要的一个cluster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考虑 把你这个文件 不单单放在一台服务器 哦 得把它想办法放在一台服务器 呃 能被所有的机器能够访问到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考虑到 用到这个 AWS的这个s3 是吧 那有同学说那s3 那么麻烦 我不想去用它 因为你AWS你要看文道 你自己去实现觉得很麻烦 那其实你如果说你用的是laro的话 就这一切都会变得呃 非常的简单 就在laro里面 它有一个呃 环境变量 我们刚刚说过就是一些配置 配置的一些信息 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呢 呃 有一个叫做 我们先去这个configure里面 我先把这个environment 这个变量给它找出 就它里面有个东西叫做fire system 就文件系统 是吧 那这边默认的情况下呢 它是用的是这个local 是吧 那其实你只要把这一个 fire system driver 改成cloud 然后它就会自动的把你 这个代码里面上开的文件 传到这个s3上 是吧 那这个其实就呃 大大的就是减轻我们这个工作强度 就是你只需要用这个呃 你只要在这边 设置好 配置好 你这个AWS这些credential 是吧 然后呢 把这一个 fire system这个 这个 driver 这个环境变量 把它给改掉 那就可以了 就 你只要把这个driver 改成s3 那所有文件都会自动 传到s3上 那 这个呢 是这一个 开发 是吧 我觉得除了开发以外 那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在学校的项目里面 你是绝对碰不到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部署 那我觉得部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 就是你在学校里面 你做你这个项目的时候 当你你的变动 呃 你做了一个变动之后 你可能 不需要把它放在这个服务器上面 你只需要本地能够跑起来 能够给你的老师看 你可能就能拿到百分 对吧 那你如果说你做一个set project 你做一个严肃项目的话 你是需要能够给别人展示来看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 你就没办法 你就必须得去学一些 部署的一些知识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通过你这个set project 然后收获到很多就是linear 还有一些 就是developed一些经验 那一方面呢 是你可以运用到你的未来工作当中 另外一方面在你简历上面 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那还 那像这个的话 我们比如说 我们如果用的是这个aws的话 那他就有一些服务 可以来给我们来使用 这边我用 我记得这个 放入一下 嗯 可能我 可以看到我已经登录到了我这个aws上 那像aws的话它就有很多的这些工具 能够帮我们做自动化的去部署 是吧 那第一个呢 最简单就是这个elastic beanstalk 那它呢 是做一个什么的功能 它就是说 你只要把你这程序 打包成一个zip文件 一上传 它就可以帮你自动的去做这个开发 和自动的做这个部署 然后同时呢 可以做一些比如说load balance 对 然后load balanc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可以有多台机器 同时的去处理你这个后端这个逻辑 就不至于说你一台机器 然后你这个请求 把你这服务器给搞到这个崩溃掉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就是 一个我觉得 大家客户 大家就是上完这个今天这个分享之后 可以回家去试一下 就是这个code build 还有这个code pipeline 好 那它做一件 做什么事情 它就是说 可以自动的去从你的这个gethub 把你的这个代码给扑过来 然后build好 然后呢自动的把它 帮你把它部署到你的这个 elastic beanstalk上面 然后呢这个pipeline呢就是可以去做 这整一套这个trigger 是吧 你这边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可能有一个已经做好的 这边呢我可以看到就是 这边呢就是我做好的一条pipeline 是吧 你只要在URL上面点一点 你就可以把这一套pipeline给做出来 所以看到我这边呢就是它这边有原文件 它可以从我的这个get里面去获取这个原文件 然后呢把它给build出来 build出一个程序这个artifact 然后呢把它deploy到我们这个elastic beanstalk上面 这边为什么这个build会fail呢 是因为我这边故意让它fail 就是我们这边在build的时候 我这边有写一个uniontest 如果说你这代码里面有任何东西pass掉 你这uniontest 你这个build就会sell掉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cii cd的一个 一个简单一个例子 那我觉得你在简历的时候 你在你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个set project 然后呢你有用到这个cii cd 然后写到你的简历上面 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加分 特别事实际上在澳洲 那资本上80%的这个公司 那他们都是用的这个aws的这个一个stack 好我看一下我们时间好像不多了 线上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对有同学问 就是说是不是前单同学set project 也没有那么多可做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要做这个set project 千万不要去一样去区分 你是要做前端还是后端 那特别像比如说像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后端同学 如果说你的set project只做后端的话 那你这个set project 怎么展示给这个用人单位去看 你还是多少少得去做一些前端活 可能就是从最简单的 最基本的这个boost job开始 那同样对于前端同学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前端同学如果说 你不想做真的是不太喜欢做后端 只想做前端 那你可以把前端做fancy点 你后端也要简单做一做 你可以用简单的可以用node.js来做一下 是吧 但是你这个code paper line 你还是可以去实现的 为什么你前端还是需要build 然后build完之后把它uproot到s3上面 是吧 那这一个 那第二个是你前端同学的话 我可以推荐大家就是 你可以用一些 现有一些服务可以做一些后端的 比如说像google的话 他们有一个东西 之前叫做firebase 是吧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引入到你这个web application里面 用这个react 直接的去操作这个firebase 然后就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功能 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逻辑 在这个firebase里面 还有同学问 就是awls的证书有用吗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 就是 为什么呢 就是不管你是做后端 还是做全devops 因为我觉得就是 在 就现代这个开发 就是你这个developer 跟这个ops的这个界限 其实越来越模糊 你有的时候你还是会去做很多 就是跟awls相关的一些活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做这个v3ex 那你会有一些图片的上传 那图片上传 你就会设计到s3的一些知识 是吧 还有你自己在做部署的时候 你也会设计到一些什么cloud formation 还有code build 一些知识点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awls 如果说你找工作的时候 你能够提到你有awls证书 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 那包括我 我们现在 我现在在一个公司 它也是跟awls的关系 应该说非常非常紧 应该说没有比 比我们跟公司的这个关系更紧 对 那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那如果说你的简历上面有写 你有awls证书的话 那其实对这个hiring manager而言 也算是一个比较大一个加分 刚刚还有一个同学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他说不会数据库 其实你如果说用这个orm 就像后端比如说laro里面这个orm的话 其实你也不需要了解太多数据库的这个知识 你只要 对于简单程序而言 你只要知道怎么安装mySQL 其实就可以了 在你这个php 在这个代码里面 你只需要 你就直接去调用这个线程 就是orm这个object 它里面有这个create 还有这个比如说find这些操作 是吧 你只需要绘这些api就可以 那这些api的那样 这些api呢 就在这个laro的官网上就有 那这些api呢 是要比你这个sql 可能要好写很多 好 那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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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